好嘞 接下来我们看 2024年楼中华年终考的 初二生化的部分 这个选择题 35题 第一题 下列有关人体神经系统 叙述不正确的是 神经元的细胞体中含有遗传物质 对 神经 脑神经和脊神经 是神经系统的周围神经 也对 脑干具有调节心跳 呼吸等功能 好像也对 传出神经 可以将冲动 传到神经中枢 这个应该是传入神经元 传入神经才是传到神经中枢 传出神经元是传到肌肉 这题答案是同题的 第二题 饮酒会损害神经系统 少量饮酒能够促进神经系统的兴奋 过量呢 就会以神经中枢中毒 导致思维混乱 说话不清 产生幻觉 驾车的时候反应会慢 动作不协调 导致 交通事故 这个主要原因是影响了什么呢 动作不协调方面可能跟小脑有关了 那因为什么说话不清 思维关系 跟大脑有关 那我个人觉得应该跟脑干没有关系 如果你一脑干影响你就呼吸不了了 你就马上死掉了 那如果跟脊髓的话 我又觉得那个影响了 我觉得因为有思维的关系 一定要有大脑在 所以这些答案应该是大脑和小脑 OK 第二题答案是A 第三题 2018年的《自然医学》杂志曾经报导 科研人员将电子设备 植入一名 因为脊髓受损 导致下半身完全瘫痪的病人的脊柱上 当他想要站立或行走的时候 植入电子设备能够接受他的想法 并发出信号 刺激下肢的运动神经元 恢复自主的运动能力 若该设备被关闭 他就无法完成想要做的动作了 所以就是说 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人工脊髓这样子 帮他 因为脊髓的功能 就是把脑的指令下 放去下半身 所以他的脊髓又受损了 他就可以通过这样子外部的一个仪器 来帮他发出信号 下列相关说法错误的是 电子设备将患者的大脑皮层和脊髓重新的连接 好像不是重新连接 感觉上我感觉上他比较像是把 因为他只是接在脊柱 所以他好像是把那个脊髓给bypass掉 因为他反正脊髓受损了 所以他把脊髓bypass掉 他担任脊髓的工作 所以他重新连接的话 这个脊髓已经受损了 你连接来好像也没什么用 他是把脊髓给替代掉这样子 下肢运动要在大脑皮层的感觉中枢 控制下才能够完成 要选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 患者能运动说明 他的下肢神经没有受损 这个好像对 下肢运动神经元 传递的信号是神经中枢 这个也对 大脑皮层 感觉中枢 不是运动中枢吗 感觉B跟A好像都可以说得过去 看你要给什么答案 我就可以掰什么答案 所以最后我没办法了 我只能偷看他的答案 他的答案给的是B 所以 你也可以这样子讲 他可能受损的只是一小段 就是说他把大脑皮层跟脊髓的 重新的进行一个连接 让这个受损的那一段 可以bypass掉 也可以这样子来讲 所以B的这边错 错在哪里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感觉中枢 这边 他应该是在运动中枢 我们的大脑皮层有分不同的区域 对吧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在运动中枢 那边控制的 第四题 当一个人的食品包装上看到过期的日期警告的时候 会选择不实用 而一只宠物猫无法理解包装上的警告 而吃了过期的食物 这种差异的本质是人类有语言的能力 我觉得是B了 第四题答案是B 第五题完成矽调反射 排便反射 排尿反射 是在几随的 白质还是黑质 几随 肯定在几随 只是白质还是灰质 第五题答案给的是灰质 也就是在中间的部分 我们有上这个吗 我们不是 我们好像只是讲说灰质 和白质 白质好像是神经纤维的 集合的地方 灰质是细胞体 这样可能传达命令 就是中间H字型的灰质那边的了 神经中枢在灰质那边 第六题下列关于神经冲动的 神经元中的传导 正确的是哪一个方向 从速度到细胞体到轴度 这个方向一定是这样的 第六题答案是C 内环境的稳定的生物 生理意义是哪里呢 内环境当然它有体温的恒定 还有一些水 我们一般上是水温体温 在这边好像没有提到水 那我们就选这个体温吧 不对 不对吧 可能觉得体温的话就 还是比较少了一点 但是D的话你可以看到 是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 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宏观了一些 所以他的答案给的是道具 师父还是不是我的强奖 鲍尔顿在原子学说 认为水是由水原子构成的 当然这个讲法不太对了 水是由水分子构成 第八题答案是A 第八题答案是A 地壳中最多的元素是氧 氧到硅 硅到铝 铝到铁 铁到铁铁铁铁 所以第九题答案是A 除非他特别有提到说 金属元素 那我们就要选铝了 国际通用的元素 是用一个或者两个 拉丁字母表示 第一个一定是大解 第二个一定是叫小解 这样一般算是拉丁字母 铁的这个元素的拉丁字母是 nicolon 那他的应该是Ni 所以第十题答案是A 加是B 当然有些同学就讲 为什么不是一个字母呢 那你自己要懂 N是我们nitrogen已经用掉了 OK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Ni 第十一题 下列关于F1 F12症跟F13症的 说法中正确的是 他们的化合价相同 化合价不同 他们的子指数跟中指数都不同 应该也相同 他们纯粹什么不同 他们的电子数不同 他们的核外电子数是不同的 OK 性质完全相同 好像也不一定 OK 第十一题答案是C 应该是 核外的电子是不同的 这是很肯定的 第1992年 某国的科学家首次发现 拱元素有一个新的原子 拱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是208 电荷是80 那它核外电子数 核外电子数跟核电荷数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第十二题答案是80 完全不需要运算 OK 第十二题答案是C 第十三题 下列哪种粒子是带正电的 子指是带正电的 中指指不带电 原子不带电 电子带负电 给第十三题答案是C 第十四题 下列关于2H和H2的叙述 何者是正确的 2H是氢气 不是H2才是0氢气 都含有两个氢原子 这个应该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作业题吧 有看过的 这个有看过的 第十四题答案是B 第十五题 下列了各组的物质 按照单质 氧化物跟互合物的排列 是什么 我们先看第一个 单质 氮气单质 水银单质 石墨单质 氢 氢不是 氢是H2O来的 所以氧气不是氧化物 水是氧化物 它是H2O 氢的氧化物来的 干冰也是 干冰是二氧化碳 是碳的氧化物 那我这样子 单单这样看 应该答案是C 不用看质合物了 质合物是空气是混合物 糖水是混合物 冰醋酸 这里将开冰 应该不算吧 生石灰也不算混合物 所以第十五题 答案是C 第十六题 下列物质的化学是 书写正确的是 N1 奶气 奶气是C有气体 N1没有2 N有2 Cl有2 H有2 F1有 F有2 F是伏气 N2有2 这些 然后 三架的氧化铁 应该是F2O3 硫酸钠 钠是一架的 硫酸是二架的 所以是Na2SO4 这个是对的 酵酸钙 钙是二架的 No3是一架的 所以应该是整个挂湖 再补一个No32 给它 第十六题 答案是C 只有C是正确的 第十七题 根据某报的消息 现在宾馆 饭店中 配 配备一个牙膏 小牙膏 大多数具有 甲 帽 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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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非法分子呢 用工业的 滑石粉 MGO 3个MGO 0.4个SiO2 点H2O 作为填充剂 长期使用呢 可以 可导致口腔溃烂 和牙齐出血 下来说法 哪一个是正确的 滑石分子 是由三个MG分子 四个SiO2分子 还有一个H2O分子 MGO 应该是MGO 而且你叫它分子 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MGO OK 然后 滑石粉是由MG SiO 还有H 四种 元素组成 好像对哦 滑石粉属于酸性物质 我感觉上MGO 应该是碱性的 所以酸性物质不是很对的 不是很对 单质嘛 它是混合物的 它混合好多东西了 所以感觉上 这一题的答案呢 是B 第17题答案是B 第18题 图1是尾气转 转化 什么 吹化转化器 将汽车尾气 有毒的气体 转化为 无毒气体的 微观 显示图 其中不同的 圆球 代表不同的原子 下列说法 错误的是 该反应 没有单质 生成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属于单质了 好 这个应该是属于单质 错误 反应 没有 单质 生成 感觉上有 这个 移过去 这个 移过去 这两个 结合起来 感觉上 是 单质来的 所以A 是错的吧 我再看一下 图中的反应 全部都是化合物 化合物 反应应该就是反应物 左边是反应物 右边是生成物 反应物都是化合物 感觉上对 参加反应两种 分子的比例是1比1 其实是对的 为什么 你会看到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 对吧 你就可以把它剃掉了 所以你一剃掉它 基本上是1比1 两种分子是1比1 这个是没有错的 没有错了 原子在化学变化中 是不可再分的 对 所以看起来第18题答案 应该是A 第18题答案是A 这个是单质 这个是单质 第19题 图2是海水蒸溜的装置 示意图 下列哪项有关海水蒸溜的叙述 是正确的 海水蒸溜时需要玻璃棒 搅拌均匀 你看到整个装置 是我们的没有要搅拌了 对不对 本装置缺少了温度计 所以无法进行海水的蒸溜 一般上我们会在这里 插一个温度计 对吧 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看说 两个液体 尤其是什么酒精跟水 沸点不一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又要小心 因为水又会蒸发的 水到100度它又会沸腾了 所以我们要控制在温度要在100以下 然后酒精的飞点以上 这样子的一个温度 我们才需要 那海水很多时候它的杂质是固体类的 固体类它也不太会 不会这么低温去蒸发 像盐 它大概要差不多900多度 它才可以开始变成熔融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干嘛还要去到 所以也不需要说 也不需要去放这个温度计 基本上温度计是多余的 C 海水经过本装置的蒸溜后 锥形瓶可以得到 就锥形瓶是右边 可以得到蒸溜水 感觉上对哦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一 装置中的冷淋气的水流方向不对 应该要上口进水 下口出水 错了 这个堆的冷却水应该要从下面进水 上面流出来 所以这个装置是对的 第19题 然是C 第20题 相对原子质量 下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相对原子质量是原子的真正真实质量 不是 两种质量 两种原子的质量比等于它 等于它的相对于质量比 两种原子质量比 好像也不是很对的 原子 由于原子的质量真实存在 所以一般原子质量的 大的表示原子的体积也大 一般上好像是 一般上好像是2 原子炭的原子相对质量是12 没有gm 没有这个g的 没有这个g 但答案好像是C 两种原子的质量比等于它们的相对质量比 不是任意两种 我们是跟一个碳12的1分之1来比 好 所以看起来20题答案应该是 不是 由于原子一般原子质量大的表示原子的体积也大 一般 它用没有一般 原子质量真实存在 真实存在吗 原子质量真实存在吗 我看不太出来 吸错哪里 两种质量的质量比 就等于它的相对原子质量的比 对对对 如果比跟比来看的话 这个对 这个可以讲 因为它们比相对原子质量比的是同样的一个reference 所以最后它们的质量比就会跟相对原子质量比 原子质量我们用的是碳12的1分之1作为那个比值的量 第21题 AGNO3固体健光会受热而分解 所以我们要用棕色的四季瓶来保存 它会产生刺激性气味很可能是什么呢 当然在这边有N有O 应该是NO2来的 第21题答案是BOY 22题 在化学反应前后 哪一种微粒的总量可能改变 分子可能改变 原子不会改变 直子跟电子更加不会 第22题 第22题答案是BOY 第23题 下列有关轻氧化被和氯化氨反应的变化 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 细日反应吧 细日反应 所以它温度 记得温度应该是会下降的 会变冷的 它是属于细日反应 哪一项是错的 哪一项是错的 应该是温度界读数升高 升高都是放热 OK 氯化氨是反应物 反应后产生的新物质 因为它是化学变化 对 23题答案是BOY 23题答案是BOY 以下哪一个不是有有机物 甲烷氏乙醇氏 蛋白质也是 蜗牛壳好像是CCO3 CCO3虽然你讲 哎呀老师CCO3有C啊 但是因为那是碳酸啦 碳酸我们不包括在有机物那边的 第24题答案是BOY 第25题 20克的氢气和200克的氧气 燃烧生成水 反应后哪一个物质 反应后有剩余 这题怎么做呢 氢气我们写一下那个公式哈 这个是四方光比算达的那个体型 O2加黑数 得到黑数O OK 这边要乘以2 这边要乘以2 然后相对原子质量呢 这个是2乘2等于4 这个是16乘2等于32 那这两个加起来等于36 好 所以如果这个是200的话 20的话 20就乘5嘛 那这个也要乘5了 520 530 1516 也就是说只能用160 那它会有多少剩余呢 它会有氧气剩余 剩余大概40克 那水 水都不是反应物 为什么会有剩余呢 OK 第25题 答案是BOY OK 接下来 英文法拉 What element will you have will have the most similar chemical properties to the nitrogen element nitrogen 我来算一下 清亥离皮棚 碳 蛋 氧 福 奶 那 美 铝 归 归 零 零到零 所以它的 硫是在氧下面 硫在氧下面 然后phosphorus 零就会是在氧下面 所以氧的下面 应该是chemical properties 会相似的 所以你讲说 这一题如果不去背 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 怎么做 做不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 有些老师 还是很坚持 跟同学们讲 他是不用背 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 我就会跟他讲 你这题怎么做 OK 所以这题其实是这样的 清亥离皮 横 碳 蛋 氧 腐 奶 纳 美 铝 归 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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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到吗 蛋跟铃 铃就在蛋下面 第26题答案是A 第27题答案是B 第28题 What is molecule,element and compound mix physically 不是 一般上 Molecule指的就是 Compound的一个分子 One type of element exists Element Element单子 单子存在的一个形态 好像也对 Neutral particles Made out of two or more Atom 这个好像也对 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带电的物质 然后是由两个或以上的原子构成的 Two kinds of elements mixed physically 总之mixed physically的都不是啦 Mixed physically的都一般上会是那个混合物来的 第二十八题我觉得比较像是C 第一八二十八C 对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ion is involuntary action not involving medulla oblongate 这个其实是脊髓 他问你哪一个是被无意识的运动但是又不牵涉到脊髓的了 所以脊髓的哈 是跳舞 Sneezing就是打喷嚏 还有Selive就是你看到东西想要吃东西啊会流口水的这个也是脊髓的 这样一般上一般上我不涉及几谁但是又是involent reaction的话他应该是脑干那边控制的也就是呼吸啊心跳啊这一些 OK OK So 29题哈 等等我好像弄错了 Sorry sorry Survival secretion of survival 我好像弄错了再确认一下啊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这个好像不是技术吗 这个好像是脑干 Medulla oblongata Spinal cord 是吗 是吗这个是脑干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Breathing是脑干控制的他讲说不要脑干控制但是是involuntary action那就会是我们sneezing啊就是反射动作 Secretion of survival 算了他应该是因为他是在头部啊 所以他应该是跟大脑的一个反射动作来的他是属于大脑有一个反射动作 Dancing不是involuntary action So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答案给的是C啦 OK So sorry 来讲错了 29题是C 第二十三十题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is made out of Peripheral 周边吧 因为如果是中枢神经是有brain跟spinal cord 那没有理由这两个答案嘛 这样应该是spinal nerves 第三十题答案是C 这个指的是周边神经系统有什么构成 有脑神经 这边是没有给到脑神经啊 有脑神经跟脊神经构成 然后这个指的是几神经 第三十一题 Two miscible liquid namely water and alcohol are separated by distillation What is a suitable temperature for distillation to occur to obtain alcohol 78度 我每次讲80度80度80度是金氏值啦 78度是这个酒精的肺点 三十一题答案是C 三十二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matched correctly physical change forms new substance 不对啦 form new substance 应该是chemical change the properties of original substance and product are different 嗯不对 应该是一样一个 physical change应该是一样的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substance and product remain the same needs more energy needs more energy 这个题答案应该是C的 好 第三十二题答案是C 就是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ubstance and product remain the same 你如果是物理变化的话 你的前后哈就是反应的前后 它的化学的composition 化学成分是一样的 来吃这个就对了哈 你不玩怎样的 你反正就没有新物质的产生 化学成分是相同的 compound are product produced from reaction that form new substanc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original substanc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such reaction 这个就是chemical reaction 哪一个是属于chemical reaction的呢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和水然后变成了有机物 所以还是有新物质的产生化学变化来的 boiling of water melting of ice 这个是三态的变化 还有mixing sugar in coffee 也是属于物理变化的 这样第三十三题答案是A OK 第三十四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endotermic reaction exotermic就是放入 endotermic就是细热 要细热的话一般上你会有加热的一个过程 像cake baking 你只要加热那个cake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细热咯 你的蛋糕会细热 所以这一题三十四题答案是donkey 那其余的combustion 它是氧化反应来的 respiration也是氧化反应 这两个都会放热的 neutralization也是 综合反应也是属于放热的 所以很多都是放热的反应 其实比较多放热的反应 第三十四题当然是donkey 第三五题 based on diagram 3 同时absorbed 同时dendot 有加热吗 有加热吗 what is x represent he is absorbed he is released involve temperature change temperature remain constant 我觉得比较像是donkey 你又同时吸热反应 又同时放热 就恒定了吗 不不不不不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选这两个的共同点 不是说同时吸热同时放的 哎呦这题我真是给他找到 就是说我们要找endotermic跟exotermic的一些共同点 所以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温度的一个变化 所以第三十五题他还是吸热 给他找到 ok 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他有点滥用这个犯人图了啦 用到我都不知道他对 他的要表达什么呢 ok 好嘞 这个神话的部分大概是这样